就是到現在對台大有沒有怎麼就是你離開之後 會就是讓你最懷念的 有嗎 每一天都很懷念 那接下來怎麼看就是說最近內閣改組 那大家有說像薛瑞元 陳吉祥這些 蠻多都是該換但是沒有換掉的 該換沒有換 大家外界認為應該要換掉的 不會啦薛瑞元還好 薛瑞元是技術幕僚 他四平八穩 也許講話比較不符合這個媒體的要求 做事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 主席因為這一次內閣裡面 其實留任的人還是佔大多數 會不會覺得像新平庄舊舊 那也不需要為了換而換 如果還可以 而且剩下一年半在這時候全部換掉才是戰略錯誤